2023最最刺激的校园 逆袭韩剧 清潭国际高中 他终于来了 在一所名为清潭国际高中的校园 里边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十分有钱的富二代 从出生以来就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们 年纪轻轻资产就高达了百亿 随手带的包出来都是常人无法买到的 这种可怕的攀比行为 已经成为了这所学校渐渐流行起来的风气 所以在清潭国际高中里 校领导看中的并不是他们的学历和文凭 而是这群富二代的背景和财力 就比如说接下来的两位 还在上学的年纪为了安静地吃个饭 直接包下了当地最有名的五星餐厅 看到有客人光临 经理也只能十分抱歉地送别了两位 接下来这位就更牛了 一身校服的他来到了最昂贵的摩托店里 看到中心摆放的一架价值5800万的摩托 一眼就看中了他 老板看到对方是个学生充于礼貌没有将他赶走 可谁知男生接下来的一句话差点惊掉了他的下巴 男生云淡风轻地说出了摩托的价格 而且丝毫没有惊讶 在老板吃惊的眼神中 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他们有钱的母亲的 如果有幸被这群富二代看中 却又觉得有些负担 那么最好不要当面直接表达出来 不然下场就会跟这个女生一样 这点小钱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什么 因为比钱更重要的却是面子 这便是清潭国际高中在全国的影响力 只要是有钱的财阀都会想尽办法 将自己的宝贝孩子送进来 因为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脉 而且在这所贵族学校之上 还有一个特殊的等级 王族 这个经常欺负弱势群体的校霸 就是学生之上的王 刚来的老师貌似还并不知道 自己在教训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男人将对方犯下的所有欺凌事件整理了出来 想让他当面跟那群学生道歉 然而没意会 两人的交谈就被突然闯进来的 另一名老师打断了 说了没几句悄悄话 门外的数名学生直接冲了进来 一个个的举手表示 校园霸凌事件自己也有参与 之所以做这些都是为了讨好这名学生 当今韩国权力很高的会长女儿 这下轮到老师范南了 看到男人用的还是自家公司出的笔电 白几那好心的关心其老师 而在他们之下被欺凌的这名女生 正是我们的主角 她既不是高官贵族也没有权利地位 是一名真真正正的贫穷学生 要说她为什么能进入这所学校 这件事还要从一张照片的故事说起 在没进入清潭国际高中前 从小含着土汤勺长大的金人会 为了挣钱应聘了家教的职位 根据地址人会一路小心地走了进来 里边富丽堂皇 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 女人向人会简单地说明了一些情况 自己的宝贝女儿准备报考清潭国际高中 在听到这里时 人会拿出了给令员早就拟定好的教学计划 然而这些东西在女人看来几乎可以忽略 她要人会来当家教主要原因是 帮助自己的女儿将数学成绩提高个一两分就行 因为他们家的女儿数学成绩就差一点就能拿到十分 毕竟那所学校最主要的还是财力和人脉 今天只是大体介绍了一番 回到便利店的人会又干起了兼职工作 虽然生活有些艰难 但好在还有好闺女陪着自己 到了第二天 人会还是像往常一样一直闷头学习 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拿到学校补助的奖金 虽然学校比不过清潭国际 但里边的老师却也让人会无比厌恶 尤其是今晚 班主任将自己叫到了办公室 向他说明了学校将不会再给他进行接下来的补助 谎称有同学的家境甚至比他还惨 其实这一切都是班主任为了从人会手里拿点钱找的借口 如果他想继续拿到补助 就必须要给他350万 350万对于一个富裕家庭不算什么 可他一个连一万韩元都凑不齐的贫穷人 等于是宣布了死路 回去的路上又碰见了羡慕自己的两名同学 听说人会即将在假期被学校安排去新西兰学习 两个爱慕虚荣的人立马向他表示了友好 出于面子 人会撒了话 并没有告诉他们真相 就在第二天 属于人会的人生转折点出现了 穷女孩第一次来到富贵家庭做家教 就被屋里琳琅满目的服饰吓了一跳 随手一个包包的价钱就高达百万 而在地上同样昂贵的还堆满了八个 香水还有上千万的衣服就更不用说了 穷女孩这时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转而问起了对方为什么要买一样的包 娜娜听后立马丢掉了上万的手机 低头捡起了跟这个包包相似的款式 这两个包包一个是基本款 一个可是限定款 其中限定款的价格可是有钱也买不到 娜娜拿着包包给放到人会手里 起初穷女孩以为这只是一种十分平常的货物 直到打开里面看到小票上的价格 整整三百万 饶食她多么的克制也不禁张大了嘴巴 更为离谱的是 另一款限定的还要比她不会好几倍 身为穷女孩的人会 不明白他们这群富二代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奢侈品 还在好心地跟娜娜讲着勤俭节约的大道理 结果当娜娜说要将一款包包送给她时 人会有些迟疑了 如果将这个包包拿二手包去卖 赚取到的钱可足够她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然而就在她伸手去拿时 娜娜却一脸坏笑地抽了出来 还用着异样的眼光看着她笑着 一听到免费她还是会欣然收下 说完这些嘲讽的话后又转头丢下包包 去化妆间化起了妆 在这一刻 人会被娜娜说的那些话狠狠地戳中了 她出生一来 就跟那腿不好的父亲 还有懒惰的哥哥生活在一起 家里的房租都是自己打工来教的 如果能有幸成为有钱人 她自然十分乐意 凭借着这种虚荣心 人会在第二天提前来到了娜娜家里 拿出她柜子里的一个包包跨在了肩上 随后拿出手机拍了几张自拍 转手发到了社交软件上 她有些不明白这样的包包到底漂亮在哪里 当娜娜回来时 人会吓得手忙脚乱地又将包包放了回去 她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这张照片 让她以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到了第二天 人会因为没有给班主任350万 被取消资金补助的消息传到了两名同学耳边 此时的人会并不知情地跟着他们打起了招呼 只不过两人的反应却让她感觉到了难为情 到了班里后 两个女生干脆直接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 大骂着人会为了面子欺骗他们 就在她首度无措时 另一个同伴同学突然冲到了班级 一脸惊讶地盯着人会问起了她 自己明明就是个有钱人为什么还要装穷 起初人会有些不理解她的意思 直到她想起了那张照片 找了个借口来到洗手间后 立马打开社交软件 此时评论和点赞已经高达了一万 不少人夸她是个富二代 上学还背着个五百万的包包 而且还是限量几个的 这下 一直在同学眼里是穷女孩的人会 一下成为了同学们的焦点 他们将她堵在走廊 问着她到底是不是富二代 此时的人会心里想的并非是坦白一切 而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去人这个火 首先 她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了自己就是富二代 接着在放学的时候 立马冲到了娜娜家里 向保姆说自己先提前来一会后 急匆匆地跑到了娜娜卧室里 看着面前多得数不胜数的奢侈品 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之后在第二天上学时 同学们拿出手机羡慕地看向人会 她很早就想要一双玛丽真鞋 这双鞋的价格就在一百万以上 一时间 人会在他们眼里的地位瞬间高大起来 就连一直不相信她的同学 也渐渐地有些崇拜起来 只不过人会并不知道的是 在未来不久 她将会为今天做的举动付出惨痛代价 而造成她噩梦的开始辨识 这所贵族学校 清潭国际高中 首尔高中的校园里 新来的外教老师正在给学生们授课 可在班级最后排的位置 却有个女生一直在闷头睡觉 当老师发现她想要让同学们叫叫她时 结果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敢去碰她 因为她是当今财阀集团的独生女 老师听后气地放下课本 静止走到了对方面前 难道说有情的富二代就能在课堂上睡觉吗 女人将睡熟的白锦娜拍醒 让她赶紧坐起来听课 作为学生 她应该保持最基本的礼仪 然而白锦娜听后却露出了一脸不屑 她先是瞅了一眼对方 随后又看向黑板 当着同学们的面念出了 比老师说的还要流利准确的语句 而且还是一口气全部说出 白锦娜骂完老师后又将头埋了下去 老师被气得脸都白了 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气得一肚子气也只能生生憋回去 在这所名为清潭国际高中的学校 她就是凌驾于这群富二代学生之上的王 没有老师敢动她 也没有学生敢跟她作对 几个父母权力相对较大的富二代组成了一个团体 专门欺压那群比自己势力底下 性格又软弱的同学 被校霸欺负的几名学生也试图反抗 甚至联合在一起 向校园暴力委员会告过状 可这些最终都会传到几个校的耳边 而威胁他们取消告状的办法同样十分简单 到头来还是自己害了自己 可要说这么一所贵族学校 为什么会跟一个穷女孩有关系 这是还要继续从她正在家教的家庭来说 因为爱慕虚荣 作为家教老师的人会 老师趁着房子的主人不在家 偷偷地穿上女孩家里昂贵的衣服 带着极为奢华的耳饰搭配上漂亮的包包 将完美的自己发到社交软件 班里的同学全都被这表面现象所迷惑了 这天她在衣柜里又找到了 那娜清潭国际高中的校服 从保姆口中得知 光这件校服的制作成本 就是用高级布料亲手缝制 而且是女主人花大价钱 给女儿提前一年预定好 为的就是给再过不久 娜娜的升学准备的 钱的方面他们已经铺好了路 只要通过入学考试 就能成为清潭国际高中的一员 看着手里的这件贵族校服 人会有些心动吗 她偷偷溜到房间 用这个微胖的身材穿着显瘦的校服 甚至还拍了张字拍发到了社交软件 谎称自己厌倦了现在的校园 准备去清潭国际高中读书 可就在她发完信息后没多久 女孩娜娜突然回来了 因为衣服太紧脱都脱不下来 人会只好偷偷藏在床底下 不过最重要的东西她却遗忘了 那边是凳子上的手机 里边的所有信息都被娜娜发现 原来自己的这个家教老师居然背着她 一直在偷拿自己的东西炫耀 看到这情况的人会只能站出来 她祈求着娜娜不要将这件事说出去 谁知娜娜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 不过她必须要答应自己的条件 于是之后的日子 人会傍晚在便利店打工 打工案就拉着闺蜜一起写娜娜的作业 平常的时候会成为她们逛超市 拍照的得力助手 更为过分的是 娜娜完全将她当作了自己的奴隶 还将同学的作业也交到了她的手里 而引起矛盾爆发的一点就是今天 正在参加期中考试的人会 突然收到了娜娜的来电 她装作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告诉人会 自己在今天面试准备的奖宝忘在了家里 如果没了这个稿子 自己就没有希望进入清坛了 保姆休假司机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人会只能放弃考试快跑着赶回她家 将遗落的奖宝给她带来 哪知当她千辛万苦来到清坛国际给她送奖宝时 却发现自己被他们给骗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娜娜戏弄她的把戏 同伴们都在夸赞着她有一个好的高中生仆人 看到他们丑陋的嘴脸 此刻的人会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 她极力压制着暴躁的脾气来到洗手间 恰巧此时 清坛国际高中的一名学生也来到了这里 在看到人会洗脸不方便时 好心地将自己的头绳递给了她 想不到这所学校里居然还有着善良的同学 不过就在女孩转身洗手时 人会在她的背后发现了一张纸条 写的是 特此送上一名低收入户的特招生 人会气得一把撕过纸条 此刻怒气飙升的她再也受不了 她突然闯进会议室 提着一桶水没有无表情地走到了娜娜面前 对着她的头就泼了下来